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兴又见到你们 谢谢教会 谢谢负责人 谢谢主耶稣 给我又一个机会和你们一起学习 跟你们一起学习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从我的脸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喜乐 那你们也要很喜乐 好不好 服侍的心得 其实你们比我更有经验 因为呢 我毕竟算是比较年轻的 在你们当中 那一点点的这些心得 主耶稣给我很多的机会来分享 所以呢 我也把握机会 我们一起来互相的学习造就 赞美诗349首 刚刚那首诗歌 是我一直很喜欢的诗歌 第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是我刚刚很年轻 读书的时候 在服侍的时候唱过的诗歌 当时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这首诗要唱给目道者听的 就是说 耶稣等你很久了 你要打开心门 让耶稣进来 可是在二十年 二十五年之后 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觉得是唱给我自己听的 因为主耶稣的慈爱一直在那边 可是呢 我们往往 因为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忙碌 我们的 可能是挫折 可能是失望 可能等等等等的生活的经验 我们慢慢慢慢 其实把我们的心门都关起来了 慢慢慢慢在信仰的路上 觉得没有滋味 也慢慢慢慢在服侍的路上 觉得是很沉重 而看不见一些果效 所以我今天想用一个主题 就是说 怎么样积极地等候神 其实等候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第一个问题 我想先请问大家 你们觉得神在工作的时候 神的动作是快还是慢 想一想这个问题 神是快还是慢 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他的快或是慢 对我们有直接的关系 你们有想过吗 神在一开始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是很快的 他说要有就有了 有没有 我们都不用去帮忙 也不用在那边祷告 他就自己说 我要这样子就有了 对吗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天地就这样成了 那他看了就很高兴 所以没有我们的介入的时候 他其实工作还蛮高兴的 可是呢 他又很喜欢我们一起 加入在他的这个 神国的服侍的工作的行列 大家有没有感觉过 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机会 是多么的难得 还是你们看见那个安排表一排出来 蛤 又摆挂 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那其实神的工作 第一我想到他是很快速的 所以呢 他说第一次他说 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人类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把快速的东西放进了我们的心里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工作 我们在思考 我们在所有的一言一行里面是很快速的 有没有发现 有啦 你们都是人嘛 怎么可能只有我有做感觉呢 应该很快 你马上就知道说 下一步要做什么 很会计划 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你很自然的事情 那是神给你的东西 你可知道在辅导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计划的 是很多人他要光是开一个门 要走出来是千辛又万苦的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们有看过 有感受到 你们会发现自己多么的幸运 跟多么多的恩典 那眼睛打开一点 多去看一看 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们不太一样 因为呢 他们在神的这个考验底下 在磨练的当中 他们其实过得很辛苦的日子 可是我们也许也是很辛苦 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都还蛮不太辛苦的 但是呢 心中可能很苦 可是呢 你知道吗 神是很快速的 他把快速的东西 放进了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因此我们在服侍 他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 我们今天会一直想说 啊好 主啊 我要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我们叫那个叫服侍 那 当要做点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里面是快速的东西 可是呢 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你们觉得神的工作 神要做事情也慢吗 圣经不熟 好 也慢嘛 我读的是也有慢的地方 他光是要等一个人 他可以等四十年的 有没有发现 他宁愿等 他等 然后他要训练一个人 他等 等一个世代 他会等 然后他为了要教我们一点东西 他可以整个国家把你毁掉 再慢慢的回来建造 有没有 他会等的 所以他也有一个很慢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曾几何时 这个慢也按照他的形象 放入了我们的生命里 但是我们的动作 好像比较不容易慢 你有没有发现 稍稍没有看见结果 很容易就失望了 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来嘛 是专题嘛 传道坐在很那一边 他不会看见 回答一下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我们大部分呢 是被社会教育出来的 OK 那我觉得说 这个社会 教导了我们 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逻辑 就是要有结果 要快速 要成功 要顺利 要达成 要目标 要计划 有没有 这都是社会教我们的 那有时候哦 我们不小心 会把这一套的东西 因为我们被教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天24小时 大概有20个小时 是处在这样的逻辑里面思考的 那上一次我们上过一个课 大脑会怎么样 固定 当你的东西反复 在72个小时 在72个小时 也就是三天之内 重复第二次的行为 重复第二次的思考的时候 它整个的回路啊 这条线啊 好像北一高 这样子 它就固定了 它不会再弯了 它直直就下去了 所以我们的大脑就固定了 这个什么思考的模式了 那这个一进来以后怎么样 社会教我们的东西 每一天听 同学嘛 每一天上学会听 对不对 上班的人每一天也会听 对不对 你的公司 你的目标 你的老板会教我们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怎么样 在24小时之内 不断的重复发生 我们的大脑 其实有被固定住 思考东西 整个是固定住 那固定之后怎么办 其实我们走的东西 是社会的东西 那我们带着社会的 一个固定的框框 进来说 主啊 我要为你发热心了 我要来服侍你的时候 这当中就会有什么 它的冲突点在那边 因为神可以很快 可是神也可以很慢 那你注意看圣经 所有神动作慢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 再想一想看 第三个问题 通常为了什么 我们都说他在等嘛 等一个东西 等人 等人 对不对 等人干嘛 等到你老 不是 他在等品格 等一个人的品格 时间很短 我要自己给答案 等品格 所以品格才是 神一直要的东西 可是你看他的工作 在一开始的时候 怎么样 我要要这样子 就有这样子 我要那样子 就那样子 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天就出来了 对不对 没有我们的参与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到后期的时候 你看见他慢 这人 以色列人 还等 还给他什么 走走走 有没有 等 为什么 他等 品格 所以他只要等 品格的时候 他会等 那现在你就想 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我的大脑已经被 社会框住了 他那个是固定的东西 那我现在要进来到神国里面 要来服事的时候 那神的东西 刚刚我们提了一点点 神要等的品格的东西 他透过工作 透过这一件事情 他来要他要的东西 所以他跟社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就要想 我们都是在参与的人 在服事的事情上面 假如我们今天很年轻 二十岁 我们非常的快速 我们看到果孝 没有看到果孝 啊 没做了 这样OK 二十岁 三十岁 会有一点变 就是说 啊 要看到果孝 看到果孝 没有看到果孝 啊 好啦 再 做一下 蹭一下 给你最后一年的机会 如果你们再不改 我明年就不做了 三十岁 差不多OK 那四十岁 这边看起来差不多 有一半 有四十岁的 四十岁的 没有 四十岁的 啊 看果孝 没看到 哦 good的 很好 因为四十岁的东西 他品格的东西会上来 品格会上来 那如果说 现在我们假如是四十岁 或是四十以上的岁 我们看不到结果 看不到果孝的时候 我们会讲 啊 没了 都没了 这样 假如啦 我现在形容 就我们不要的时候 你会注意哦 那种东西其实是回溯到 二十岁的东西去了 意思是说 从二十岁到四十岁 这二十年 我们的品格停止成长 那其实主耶稣 最要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 时间的关系 我要给答案咯 那我们来看圣经 你们平常都是这样子 行尸走肉吗 就是都没有感觉的 没有关系 反正我今天讲完 就不会再见到你们 《列王记上》 十七章 我们用一段 我们最熟悉的圣经 就是说 以利亚那段圣经 我们都很熟的 你知道我们在 一起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情绪 如果很高昂 我们的情绪 或是很放松 对我们的学习 跟造就会很有帮助 也就是说 当你放松肌肉 颈部以上都放松肌肉的时候 你一个小时 我们互相的学习 你等一下回到家的路上 你会觉得很甜美 可是如果你的颈部 以上的肌肉是很紧绷 那么就不会觉得很甜美 会觉得很有压力 十七章的《列王记上》这边 我特别想跟大家 一起来学的这一段 以利亚其实的故事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 为什么我提这一段呢 因为我觉得 我在服饰的路上 学这件功课 是最多感觉的 因为我觉得学得很辛苦 因为你们如果听我说话 会知道我是一个 非常快速的人 非常快 可是很多人见到我 跟我谈话之后 或是我们一起工作之后 会说 你懂着 那很慢 又会发现我另外一面 那我就会很高兴 因为我就觉得说 我有在学习 我有在进步 因为以我本身的本性 是非常快的 我是一加一 马上要有二出现的 可是呢 我觉得神在 整个 我投入服饰工作的 这二十 二十五年以来 神一直操练我的东西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等候 那我们看一下 十七章 第一节开始 他其实要提到说 这个以利亚呢 他就去 对亚哈说 他说他指着神 来这样子启示 这几年如果不祷告 不会降 不会降路 也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 其实就是一个饥荒的开始 来第四个问题 问大家 你怎么知道 饥荒已经开始了呢 从第一天 其实是不容易知道的 假如他一天不下雨 两天不下雨 你说 好像两天没落后 对吧 如果一星期 两星期没落后 好像比较久 如果一个月 两个月没落后 糟糕 可能会饥荒 有没有 就是说他都没有下雨了 所以饥荒的问题 不是第一天 就会好像预测告诉你 今天是饥荒的开始 没有 他是今天没有下雨而已 可是真正他说 这是一个饥荒的时代的时候 其实是在一段时日之后 你回过来看说 哇 过去的这两年 原来是饥荒 懂我意思吗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当以利亚 他第一次跑去跟他说 我不祷告 不降雨 不降露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 他要讲预言了 这个饥荒要开始了 那这个饥荒要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 天不再有它的 怎么滋润 滋润这个大地的 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来想说 神把他的恩典 暂时的收住了 因为他不再滋润 整个的大地 这是一个大自然界的现象 很奇妙 那么呢 我们既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饥荒的开始 也不会知道第一天 就是饥荒的开始 因此我们在做 跟神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是很容易知道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那么呢 你注意看 一共经过了多少时间 到十八章第一节 有没有 过了许久 就到了第三年 神的话才再临到李利亚 有没有 所以他总共经过了 这三年的时间 很长哦 就是这个大地不再被滋润 也就是说 不太容易看见 从神来的福气 差不多有三年之久 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呢 这一段时间 其实以色列整个 在信仰上有一个什么 失落 整个的流失 整个的失去 可是以利亚呢 他在等 一直在等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件事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才会完成 那这就是我一直在学的事情 因为等候 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以利亚呢 其实被神藏起来 我很喜欢读 跟你们分享 来 你看一下 第二节 十七章第二节 神的话 临到以利亚 第三节 他说 你离开这里 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的东边 那其实 意思是说 以利亚 他在这段时期 是被神藏起来了 是神藏了他 这是我觉得 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也就是说 所谓的藏起来 就是再也不会 被人家看见了 然后你注意看 他到后来 十八章再对照一下 十八章的第七节 有一个人 叫二八底 他在路上 就恰恰好 跟以利亚相遇 有没有发现 这是三年之后 也就是说 当神 把人藏起来 就是神 他定义 把人藏起来的时候 是没有人找得到他的 那这个藏呢 的这一个动作呢 其实在我们 在服侍的路上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你是被神藏起来的 你还是看得到弟兄姐妹 OK 可是在你的心智上面 你是被藏起来过 因此一个要 我觉得在跟随主 在服侍主的路上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跟主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不论你是年纪多大 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被主藏起来了 为什么要藏起来 你从十七章 接着第四节之后 一整串的故事 是我们从小就听过的故事 有没有 以利亚不是去了一个西边 然后乌鸦喂他饼 乌鸦雕东西来给他吃 整段我们从小就知道的 这个故事 那我觉得说 我想要分享的是 这是对一个人来说 当一个人被神藏起来的时候 对一个人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 新的生活的方式 因此我们在做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本身的体验 这个心得的分享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经历 在生命里面 至少一次 有新的生活的方式的开始 所以你自己去应对 应用一下 在你每天忙碌的生活当中 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 在你的职场上 在你的教会生活里 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过 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 想一想这个问题 自己回想 这个新的生活的方式 没有告诉你是顺利 也没有告诉你是成功 只是一个新的 也就是说 跟你之前是不同感受的 一种生活方式 可能是一种苦痛 可能是一种困难 可能是一种煎熬 可能是一种不平顺 可能是一种挣扎 总之 这是你之前 不曾有过的经历 那这个时候呢 要大大的感谢主 因为 你已经走在真理的当中 走在主耶稣 在神的这个 整个世纪以来 他一直教导我们的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的工作要下来的时候 我要人跟我一起搭配 的时候 这个人 他要的品格 第一 就是 要被藏过 那被藏的时候呢 是 一个等候的开始 那至于你知不知道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很抽象 你不知道饥荒是什么时候来的 可是他告诉你 就是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 OK 所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因此假如 我们正在落在一个 新的生活的开始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一种新的感受的时候 沮丧啦 失望啦 挣扎啦 苦痛啦 困境啦 煎熬啦 等等等等 假如你感觉到 这是你以前 没有过的感觉的时候 感谢主耶稣 赞美主耶稣 我们已经 踏入到 在这个 服饰上面 很重要 品格被培养的 一个关键的开始 OK 那因此 你从这样子 再去引申到 老师 现在 我在做什么工作 比如说 我在开拓 我在宣道 我在牧养等等 很难出 这些人 很坏道敬的 好像石头 还是怎么样 你现在可以应用吗 还是都要睡去呢 你是人都没睡到 都选这种时候来睡 不好啦 不好意思 这时候就一个钟头 就是我们想想 这个问题 就是说 有一群的人 跟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 或是这件工作 很难去推展的时候 你开始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挣扎 有开始失落 你会觉得 这一群人怎样的时候 刚刚我们分享的 第一点 这样子你去应用它 自己去思考 不用人家教 圣灵会在里面 帮我们思考 带领我们去思考 就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 有没有造成一个鼓舞 有没有造成一个力量 自己去想 新的生活的开始 那因此我们 从新的生活开始 我们才去 稍微用一点点时间 引申一下 以利亚到底过了 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因为乌鸦跟我们 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不对 吸水也跟我们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到底引申什么呢 你们自己去想一想看 我的引申是 第一个 非常的简单 非常之简单 所以第一个告诉我的 是说 是简单生活的开始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 也是我的操练 我实在很爱戚头的人 所以是生活 很复杂的人 很不简单的人 那又很爱 看漂亮的东西 实在很复杂 所以呢 以利亚这个东西 教了我 就是简单 她的新的 这个生活的方式 第一点就是 我觉得是简单 它简单到不行 你们有想过 那个画面吗 就是 她本来很厉害 有没有 之前 很厉害 一个工人 双双叫 结果 她就到那个 外双溪 有没有 外双溪 因为这边 盖了很多饭店 也是很复杂 就是说 这边有什么溪 旁边都没有东西的 你自己想 我不知道 基地溪 他说 你到这边去 我把你藏起来 哇 到那边没有人 什么都没有看见 就坐在那边 坐 就在那边 不知道等什么 你不觉得很简单吗 我觉得蛮简单的 什么也没有 我为什么这样想 就是之前 我们上个月 一起来学习 分享那个 多米尼家 记得吗 多米尼家 我感觉很难懂 因为在多米尼家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现在 现代人 我不知道你们 是不是现代人 我是现代人 现在现代人 他早上起来 要上网的 睡前也要上网的 中间有空 你上个网的 你知道吗 你们是不是现代人 那现在更厉害 有人是带着走 有没有 然后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有没有 扁到不行 有没有 随便都可以这样 摸摸摸 有没有 那都完蛋了 因为呢 他根本不能去基利西 他在基利西 照样可以上网 糟糕了 所以你要想 简单对你来说 到底是什么 我到多米尼家去的时候 很辛苦 因为 他那个手会痒 就是 你时间到的时候 你会想要做一点事情 就是你要摸摸电脑 摸到 很高兴 因为习惯 他那个大脑进去了 就是 这个时候 如果你 没有去摸到 你好像跟世界 断了结这样子 会耶 现代人 很可怜 很可怜 然后呢 在多米尼家很难 难在哪里 因为我们上次有分享过 对不对 很简陋 对不对 什么电脑 那电都没有 还电脑 没有脑的 只有没有电 然后呢 那时候教会体恤我们 体恤我们 就是说 你们都神的工人 你们可能 那个中会 都会给你们发 什么 schedule 那你们一直待在这种 鸟不生蛋的地方 也是很可怜 这样子 那我就想 你们有 有可以上网吗 叫他说 没有 但是呢 这个角落转转转 带一个角落那边去 那边有一家那种 是不是叫网咖 可是他没有咖 他只有网 就是黑不拉几的 然后里面都是黑人 然后呢 一格一格 好像监狱一样 就大家在那边上上上 他说 黑 黑 黑了 就上网的地方 他说去那边 然后 去那边之后 你给他 两块钱 美金还是三块钱 忘记不是很贵 换算台币 我们只要一百块都不到 他说 这样子会有 其实很贵 对他们来说 这样子说 会有三十分钟 会有三十分钟 然后呢 他们就体恤我们 就告诉我们去那边 三米勒 那边常常没有电 然后那个电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全世界人 都在上网 还是怎样 那网出不去的 你按很久 他就 他就在那边 processing 就是正在进行 你就一直等 一直等 就给你三十分钟 你等那个 已经等二十分钟了 下一个 这个童工 就说 你是收有 我收没 往我收一下 这样 我们要共用三十分钟 你知道到那种地步的时候 你的脑子又开始变了 因为我刚刚说过 连续 二十四小时之内 如果你强制被改变过 新的想法 人就开始变了 后来就开始 第二天第三天之后 就开始想说 哇 没电脑也OK啊 又怎么样 没有收到 就没有收到 电脑又上不去 第四天 第五天之后 你就发现说 早上起来 你不会第一个想到 去弄电脑了 他就变了 里面就变了 然后到第六天 第七天的时候 教会童工就说 诶 朱蒂兄 我们要去那边 三十分钟 要不要一起去 我就变得异性阑珊 就想 也上不了网 去那边是干嘛 看黑人 就想说 后来陪你去 因为很热 也很不想出去 就陪他去 好了 去了 停电 就停电 三十分钟缴了钱 就停电 你问他说 你们怎么办 我们马上会抗争 很厉害台湾人 人家就这样 一直看你 就没电 那你也没办法 就没电 没电料 好不容易上去了 那一分钟两分钟 你怎么可能这样子读 不可能的 你总是要看哪一个 是总会来的东西 然后你就看哪一个 是你太太来的东西 就是最重要的那两封信 给他读掉了 剩下一百封不要理他 什么广告也不用看了 根本你不会去看广告 然后更不要说浏览 你知道浏览是什么吗 你都现代人 浏览 就是没问题 这样摸一下 这样摸一下 那很浏览 妈妈 那很浏览 就是你去逛三五 这样摸一下摸一下 看整包不够买 那很浏览 上网也是这样子 看了半天 你什么也没做到 那叫浏览 那就不要说浏览 所以到第十天之后 差不多两个礼拜了 你对电脑没有兴趣了 没有了 然后 你管他有没有电 都跟你无关了 你知道吗 那你早上起来 就是进食祷告 因为他没有东西吃 然后我的同工还会问我说 中午要快吃吗 我说早上我已经进食了 你说可是好像那个东西很恐怖 你要吃 后来我想一想 好吧 那就不要吃吧 就进食两餐 好伟大 进食两餐 然后你久了 你看又强制 久了之后 就开始你发现进食蛮好的 就进去了 你不会挣扎 食物是因为好吃不好吃 你变进食 他就进入了 因为你体会到新的东西 在祷告当中 体会到新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是说 当以利亚 他的病病狗 前面的日子过了之后 神告诉他 去 到那个西边去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带iPad 没有带iPhone 什么都没有 他坐在那边 不知道在做什么 两天三天 十天之后 那个脑会变 他会开始想 为什么在这边 然后开始习惯 这样的日子 然后开始往上看 因为没东西看 你那个西看久了 会晕 你们有看过吗 你们的生活很乏味 那个外双西 什么西 你坐在那边 看一个小时 你试试看 一直看 你很傲 会傲起 所以你只好往上面看 你要换角度 就看 慢慢看 就等候 慢慢往上看 我感觉到 我揣摩到以利亚 因为没有那个电脑 就开始想别的东西了 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给我的感受是 简单 现代的人其实很辛苦 现代的人的辛苦 真的是因为太忙碌了 眼睛看太多东西 看了太多之后 他没有办法回到简单 因此不太容易看到神 知道吗 不容易看到神 因为我们都比较复杂 那不容易看到神的时候 你又要祷告啊 对不对 又要来聚会 对不对 那一聚会就趁那个 祷告的三分钟 五分钟 广快求事情 广快说好 所以信仰就变成这样子 很可惜 就没有滋味 因为你不知道 为什么你来到这边 你只是赶着进来 又赶着出去 然后趁这个小时 快点把该讲的东西 快点交代完 好像在交代非用 这样子 就快点告诉他 祖啊 你就这样 我听到吗 就走了 然后明天就再来讲一次 重复讲个几次 没用 换方式讲了 祖啊 都是我不好 给我瞎勉 又换 换久了 又没用 就再换 换久了 就不想来了 就是这样子 一直一直一直 那就是我们很无用 我们已经忙到 没有办法过简单的日子 那简单就是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 因此那个新生活 刚刚我们一开始分享的时候 是讲到 它可能是一个 焦虑 挣扎 煎熬 苦痛 困境 烦恼 可能是哦 那 因此现代人 经不起这些东西 懂我意思了吗 经不起 一稍微觉得 不顺 一稍微觉得什么 因为跟他的逻辑 不一样 社会的逻辑 是顺嘛 这样不才又成功 有够够 对吧 但是这边的逻辑 是跟你说 煎熬 苦难 一碰到这个的时候 就不行啊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 一碰到这个 就要跑 就不要 快点 跟主说 我不要这个 快点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体会到 进入到 基利息 简单的东西上面去 我们不能进入 就更不能够谈说 主啊 我要服侍你 你听我 我感觉会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 做到病病 其实都很不好意思 因为 我们都蛮凶的 都比主还要凶 还要厉害 然后很快 然后不能够经得起 失望 苦难 挣扎 这样子 所以今天呢 反过来讲 我们真的在经历这些的时候 有一点点失望 或是对一个事工 对眼前的东西 觉得是一个困境 其实真的要感谢主 因为那个是一个开始 成长的开始 因此我们的等待 变得有意义 就不会是一个 虚浮的说 看主的时间 你今天我就不知道时间 你怎么样看主的时间 主的时间到 你也不知道啊 因为关系没有那么好 你根本不知道乌鸦来了 飞过去你还打他一下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啊 就是说 他不能体会 不能体会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真正在服饰上 因为等待跟 就是一个时间 没有看到结果的 就不能够有甜美的感受 它是一个不同的逻辑 真的不同 我们要去感受它 那这是我一生学到现在 最难的功课 因为我非常快 那主是硬硬要帮我们凹过来 硬硬凹过来 好 第一个 那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好意思 当自己家人 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说 你今天反而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这么丰富 这么忙碌 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 好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本来一个祝福 本来一个物质 本来一个丰富 是从神来的一个福气 可是 我们因为这个 而不能够 进入到新的生活的方式 去经历挣扎跟苦难的时候 你去想 这个丰富 到底对我们是好还是不好 忘记神 好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你真的配得 得到神丰盛的物质的祝福的话 你真的要更加的努力服侍神 因为表示你是配得的 可是如果你不是配得的 你单单有你丰富的物质生活 其实你所有的人的品格 你所有新的生活的样式 跟神的真理 是背道而驰的时候 这个祝福 其实对我们来说 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失去了 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人 在神面前的品格的追求 这是我的分享 第一点 OK吗 那我们分享第二点 我觉得简单的生活里面 在这一段的记录里面 给我另外一个感受 就是说 在乌鸦十七章第六节 我们看一下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 他就吃 那乌鸦其实不是 有一个人养着他的 乌鸦是 不知道飞过来的 不是人养的 所以乌鸦其实不能够控制 也就是说 这是人失控的 第二个学习就是说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今天一个事情 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的 发生的时候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那怎么样去学习呢 他是说 神就会吩咐乌鸦 早晚叼饼给他吃 那因此 以利亚是一个人 他就会有肚子饿的时候 好 那他肚子饿的时候 他就要等 就是他有一个需要 他就要等 那今天换过来 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应用了 今天我需要什么 那我能不能等 很重要 如果我们有需要 比如说肚子饿 我们能不能像以利亚这样等 等什么 不知道 那些常常会 啊啊啊 飞过来 然后他就说 他这样子等呢 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不翻了 就是告诉我们 是一种提升 他一种等待的提升 那等待的提升 其实很抽象 其实他讲的就是相信 一种提升的相信 他相信什么 他相信乌鸦会来 他相信乌鸦会来 所以一提升了之后 在这个新的生活的方式的 这个段日子里面呢 教给我的第二个功课 就是一种相信的提升 那相信什么呢 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 给我们说的话 他会在适当的时候 那个饼跟肉会过来 这样子 会满足我们的需要 所以说 假如我们今天在服事的路上 开始遇见了新的生活的感受 就是那样的失望 那样的苦难 那样的挣扎 那样的沮丧 等等等等的时候 第一 装进我们脑袋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主在锻炼我们的品格 因为主要我们跟着他一起 好了 那装进去之后 要学什么呢 简单的生活的样式 想一想看 我们丰盛的物质 是不是阻碍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怎么样在 现在可以的生活环境里面 去改变它变成更简单 变得更简单 那如果真的很难去改变它 就跟我去多明尼加把 你起码有一生 有一次经历说 没有电脑 没有东西吃 没有电脑 没有水 没有电的 OK 你经历过 你也知道 伊利亚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神锻炼她这样子 因为她之前很厉害 可是神要锻炼她 所以呢 然后从这边去看到 就是说简单的生活 一直引申到一个什么 需要 然后仰望 相信的提升 这是我学到的 相信的提升 所以说我们一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跟经历之后 我们再回来谈说 啊 主啊 我今天 我心甘情愿要来服侍你 我觉得那句话就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你看见了这里面 你看见了这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你看见了这个工作 其实你是可以左选右选 你可以不要做的 懂吗 我们今天有时候会落入这个迷思 就是说 我可以说我不要做啊 其实真的没有人可以对你怎样 在这个里面 不能的 他没有老板 他只有排表的人 鼓励你的人 可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旁边的东西 变得很复杂 看不到溪流 看不到乌鸦 我们看到很多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想 或是想放弃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跟我一样 再去想这个问题 去思考一下 学习一下 主耶稣今天如果透过 我们的这个思考 圣灵里的运行 鼓励了我们 让我们心中有一种感动 那其实那个就是 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 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如果不能够提升 我们就很容易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主会训练我们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就不小心失落了 可是弟兄姐妹 假如我们真的不小心失落了 其实OK的 因为我们的人生 真的很长远 信仰是一条很长的路 一生也是很长的路 也许我们在五年之后 我们又捡回来了 懂吗 只要我们不要离开 我们可以失落 可是我们不要离开 所以鼓励我们大家 就是说我们都彼此在一起学习 对吧 难免我们会失望 特别在服侍的路上 我们会失望 我们会沮丧 我们是不是把社会的东西 带进来 那如果我们检讨过 我们发现没有 我们走在真理的逻辑里面的时候 我们依然看见失落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提升自己 可是如果我们提升的时候 发现还是很失落 OK 我们不要离开 我们等一段时间 神会再把我们呼召起来 这是我的相信 所以说 这个信仰的路很长 我们终有一天 我们因为有小朋友 我们有年轻的人 可是我们真的终有一天 我们会面临到死亡这件事情 那死亡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奥秘的事 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听了这么多的东西 而没有去练习的去 去做 去实践它的时候 在越靠近那个终点的时候 我们的心会越慌 可是因为我们今天 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我们大部分的人 比较不容易感受 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因为我们在做辅导的路上 可能看了多一点点的例子 所以 我感觉到很多人在后期会很慌 那那个慌 不是因为他怕死亡 而是因为他回顾他的一生 他发现他听了很多 做得很少 那那个慌会造成很多的恐惧 所以说 弟兄姐妹 主为什么一直给我们机会学习 一直有机会听到东西 是因为他很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有了新的生活的方式 新的生活的感受 所以一个弟兄姐妹 如果来告诉我说 老师 我跟你讲 我发现我这一年非常的顺利的时候 我会稍稍的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一固定下来的东西 大脑会跟着这样运转 所以我们会觉得 所有事情是应该的 只要一变成应该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容易伸出感谢 那不容易伸出感谢的时候 神没有得到荣耀 神没有得到荣耀的时候 神有时候会提醒我们 那神有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 有的比较痛 痛一点点 有的轻轻打一下 有的痛一下 所以说 神从第一天 第一天 选招了你跟我 拣选了你跟我 他用什么拣选我们 用他的生命 他把他最重要的事情 在那一天给了我们 那你觉得现在眼前的工作 好不好 眼前的工作 跟他用他的生命 把你换回来 哪一个比较重 哪一个比较难 并是第一天 那个东西比较难 因为他是用生命 他最重要的东西 把你换回来 他说我要你 那他现在要了我之后 我现在走在这条路上 开始跟他成长 要学习 要服侍 对不对 那我们就 就遇到了事情 然后遇到了人 我们会失望 就 我会走 我会去 我会走 有时候 我的学习 有时候会这样子的时候 你想 主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我们跪在那边 就一直跟主说 主你眼睛瞎吗 你有没有看见 隔壁那个多坏啊 他这样欺负我 我还要做吗 有没有 你都没有 我都没有你服侍 有嘛 对吧 但是没关系 问题 重点不是在这里 重点是 有没有去回想到说 他在第一天 用他全部的生命 他选了你 说来 跟我一起走 我要把这个福气 把这个恩典 给你 跟我一起 拔 那现在中间路上 踏到酒头 你感觉对一个事情 比较严重 他命都给你了 你踢到那个跌倒 你就说 啊 不要走 不要走 他会觉得你很奇怪 他会想说 天啊 我命都给你了 你踢到一个石头 就在那边呱呱叫 叫什么叫啊 有没有 还不是哦 你看 我们是很不好意思 他说不是 我们还把我们护起来 还来笑一笑 因为很怕你 就不要 就跑掉了 就笑笑笑 啊笑笑 好啦 走走走走 好走走走 再做 再做两次 再踏到酒头 再说啊 不要走 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你用那个想象 就是说 你在牵一个孩子 你说爸妈妈 这么爱你 这么爱你 带你往前走 来练习走路 咕嘻咕嘻 好可爱 往前走 往前走 他踏到 不要走 因为他很小 所以让你 哦没关系 来再走 往前走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嘛 对啊 然后你就会说 妈妈不会不管你哦 不要哭哦 因为 你是我生的啊 呀 你是我生的 啊 踢到这个 不怕不怕 哦 有的妈妈 还要赶那酒头 有没有 哦 那我没赌 就说 哎呀 反正你就有方法 就对了 你为什么做这个动作 你就是怕他受伤 就是怕他不高兴 因为你觉得他很小 所以你这样带他走 有没有 因为你觉得 我生了你 我怎么可能把你丢在这 有个小孩就这样 你不爱我 你有没有听过 有 那小孩子六岁之前 常常会跟爸爸妈妈说 我不喜欢你的 为什么 你不爱我 哎呦 你想说 我怎么没有爱你 哦 因为昨天没有买棒棒糖 只有这样而已 你就说你不爱我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跟主要说 就是这个关系 怪怪的关系 怪怪的 因为他说 我用我的爱 用我的生命 拣选了你 带了你出来 这样 太对了 别走 别走 然后他就说 哦 然后你一祷告 他就给你感动 有没有 有的人就 哦主啊 你真的好爱我 好好好 我又做 有没有 那就是小小小 这样没有 小小之后 又开始做 然后有的人更厉害的 就是踢到了 就真的 就不见了 就不要了 哎 也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那他会觉得说 主你都没有看过 没有 他第一天就生了你 他生你 他不会把你丢那边的 不会的 所以主 从第一天拣选了我们 在今天的路上 生活上 婚姻上 工作上 任何任何的上 你遇到了 挣扎 煎熬 苦难 他不会放手 不管 可是为什么 今天我没有感觉到 主在照顾我 主听了我的祷告 为什么 因为 他在等 然后 他要 我也等 等什么 品格出来 他在锻炼 我的品格 就是 提升 我的相信 那就是 学习 所以你说 一个苦难 一个煎熬 什么 是不是很美的事 为什么圣经才告诉我们 受苦是有益的 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经历 神国 是要跨过艰难 那这些都不是乱讲 这是圣经说的话 那这些全部都符合 我们今天 在追求神 在俯士神的路上 在俯士神的路上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不然是要怕不漏 真的啊 你在外面都很厉害 你们这些人 每个人在自己的职场上 其实都很厉害 叱咤风云的 你凭什么到这边来 在那边委屈求全 又要让这个 又要让那个 对吧 你们回到家 有时候会想说 嘿啊 我在外面 我把他扇两个 我就起来 你们有时候会这样想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你没有做 为什么你要这样委屈 对不对 因为你踏入了 这个理念的时候 他整个的逻辑 是不一样的 他要我经历艰难 来认识他 所以今天在俯士的路上 我学习最多的事情 最难的事情 就是等待 看不到结果的时候 你做不做 你等不等 好了 要等了 等我明年再来 感谢主 你们都很认真 主让我们都有机会 一起学习 在他安排的时间点上面 会给我们带来 新的一个话语 一个新的鼓励 那是主的恩典 因为主知道 他不忍心 我们这样子 吃苦很久 得不到答案 那么主耶稣 会在适当的时候 安排弟兄姐妹 不同的人来相聚 那这时候要分享出 内心真实的 信仰的经历 互相来造就 那我们把这样的荣耀 要归给神 因为神是我们的阿爸 他从第一天选了我们 他就不忍心 我们遭遇到 许多许多的失望 可是他为什么 允许这个失望 你就要去想哦 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 感谢主